因女性服教聞名的隆德宮 四號展開 徒步遙境 在八號抵達了鹿港天后宮 好天氣的加持之下 參與的信眾人數比以往還多 三月峰媽祖 桃園 隆德宮 四媽祖 南巡旗不遙境到了鹿港 好天氣加持下 虔誠信眾 擠滿整條路 邁向第16年的八天七夜 即將遙境 無論說是我們的鎮頭的人員 還是我們的鄉客都倍數的成長 小朋友頂著大太陽在鎮頭裡敲鑼 也有坐著輪椅的長輩參加遙境 隆德宮四號從桃園盧竹出發 八號抵達鹿港 由天后宮主委親自接駕 幸福 走八天 福氣整個年 台灣最幼子的團隊 桃園隆德宮今天來到鹿港 未來有四天進行大家期待 公主親自帶隊 隆德宮以仙女服教聞名 有別於一般宗教傳統的性別觀念 由四媽祖領選出女性服教 包括鎮頭花鼓鎮七寶傘都是女性 上萬名信眾跟著媽祖 鑾教徒步進香 預計12日返回桃園隆德宮 記者陳秀偉 張華報導 無理所在無人宗教 聽魔忠修 明文字集中 這麼多夢有 conoc